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一天 是中国纺织科学院 棉纺分厂发工资的日子 纺织女工蒋定贵 在上班路上遇到同事 同事兴奋地大声说 钱上有你 蒋定贵一头雾水 到了车间她才知道 原来大家都说 新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五角上 那个推落沙机的女工 是照着她的照片画的 我正在推着落沙机的时候 有一人就说你别动站住 我就站住了 然后她咔嚓一照 就完事了 后来没想到就是真给用上了 纺织工人的走红 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 物资匮乏 布料实行定量供应 最困难的时候 一人一年 只有几尺步票 缝缝缝编 拙巾见肘 不定落不定 是长事 设计纸币的人 当时不知道 蒋定贵的父亲 正是新中国首任 设计纺织部部长蒋光奈 有一次 短了 对母亲说 我想做条新的 我妈妈还没说话呢 我爸爸就说 嗯 那我看街上好多人穿的还不如你呢 你短了你接一接啊 被解决不慌 国家从50年代初开始大力发展防制业 纺织工人成了热门职业 这是曾在郑州市广为流传的一句顺口溜 1953年开始 五座国面厂 在郑州西郊一块荒地上拔地而起 再加上改制后的国面二厂 郑州由此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织基地之一 在计划经济同沟同销政策下 产品根本不抽销路 机器一向黄金万两 效益最好的时候 郑州号称拥有十万纺织大军 这背后是飞速发展的纺织业 和实现了人人有衣穿 基本能穿暖的中国 虽然纺织工是份令人羡慕的工作 却不是件轻松的火急 上班时间三班倒 车间里棉绪满天飞 一天下来 内衣内裤上都沾满了棉绪 生活拮据的年代里 这一双双巧手 为发展的中国增添了暖意和色彩 1983年 布票供应制度取消 恰好四年 日本电视剧雪仪风靡中国 有的个体户脑子活 生产了大批 与剧中女主角杏子同款的衬衣 这种机票带的利领衬衣 清新活泼 一夜成了爆款 一时间杏子满街 还有红裙子 喇叭裤 蝙蝠衫 健美裤 新的面料和款式层出不穷 没起来的人们越来越敢穿 会穿 与此同时 市场的巧手越舞越快 一刻不停 几十年间 纺织业随着浪潮起伏 重生 2017年 中国生产服装量 约456亿件 相当于被全世界 每人提供超过六件衣服 时光萎缩 勤劳智慧违限 从穿暖到穿好 中国部正在温暖世界人 TOSO净水机 大流量设计多层精绿 高效减少重金属等有害物质 TOSO让世界爱上中国灶 樹� Gil 好